你好 欢迎收看4月24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第一届太平洋杯全国锤球锦标赛 24号下午在美轮体育场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锤球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 现场徐中卫表示 锤球运动老少咸淫不仅可以促进身心健康 还可以结交许多好朋友 新政府对锤球运动支持是不遗余力的 希望让所有选手可以在全台湾最美丽的球场上 展现自己平常训练的成果 徐中卫致辞时表示 锤球运动老少咸淫 从小学生到高龄长者都能打 也很适合身上朋友舒展身心 非常感谢中华民国锤球协会理事长林景富的权力促成 第一届的太平洋杯全国锤球运动赛事 去年全民运的时候真的是雨下的有点大 这位其实很担心 但是看到大家还非常非常的专注在比赛 尤其无畏风雨看到了运动家的精神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呢在去年我特别邀请理事长说 有机会来叛联班全国的好不 我们我们理事长说好 马上一句话就说好了 所以我们要不要给这么阿沙利 这么干脆的理事长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理事长 这块土地喂养了非常多的孩子 更让我们的长者运动健康 拼健康拼活力 拼出自己的生活好品质 也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中华民国锤球协会理事长林景富表示 感谢花莲县政府积极推动 让太平洋杯全国锤球锦标赛活动能够顺利举办 也期盼未来能够举办国际杯 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都能来到花莲 最好的球场来进行锤球运动 刚刚县长在讲说 今天有点下一点毛毛雨 有没有什么关系 各位有没有关系 对 我跟县长报告 去年呢我们全民运动会 下的非常大的雨 我们永远都记得 对不对 县长胜送我们一把小雨伞 对不对 那个雨伞真的很贴心 然后呢 来到这边昨天来的时候 我们在整理场地 我是觉得心里有很大的感触 我是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 在这边打球 看着太平洋 我们来办一个国际赛 不知道如何 但是我不敢讲 好不好 好 这一次赛事 就是希望透过全国性的锤球比赛 让选手们能同场竞技 相互切磋 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球友们 来到花莲 可以把优质的运动环境体验来带回家 更能够感受到花莲的运动好风气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